为巩固我国对职场歧视的零容忍立场 政府最早将在2024年立法遏制职场歧视 打造更公平和具包容性的职场 职场公平劳资政委员会拟议20项建议 包括了防止针对年龄 国籍 性别等的歧视 也覆盖招聘就职到解雇的各雇佣阶段 来看记者李怡化的报道 本地超过9成的职场歧视事件 涉及员工的年龄 国籍 性别 种族宗教 身心障碍等特征 职场公平劳资政委员会在中期报告中 建议立法遏制企业和雇主 针对具有这些特征员工的歧视行为 防止雇主对提出申诉的员工进行报复 立法也将涵盖雇佣的各个阶段 委员会也希望通过立法 让雇主优先考虑雇佣 达到基本工作要求的残障人士 以及55岁及以上的年长人士 少于25名员工的小型企业 5年内将获得豁免 但需在这期间落实相关制度 尽管委员会建议立法扩大人力部 对维力企业的制裁和处分制度 但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强调 调解是应对职场歧视事件的主要渠道 调解仍然是解决职场纠纷的第一步 职场公平法 再加上劳资政指导原则 这将促进更和谐 与更开明的工作场所 委员会接下来将展开 为期一个月的公共咨询工作 收集各方的反馈 预计报告将在今年内完成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莫迺各地的公共咨询工 一本计券